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 这就要做饭店式管理的话 那你就错了 其实呢 他们能做得更多 得要十八般武艺 样样之全 王先生 你好 王先生还是王董 任脸是管家的天职 一个剑步 大门情景反应要快 来回轮哨 警觉性高 直请有如宪兵斩哨 这是你的包裹 谢谢 那我上次进的演唱会门票 已经送到了吗 我帮你确认一下 好 不只包打听 还能带定二姐将会的演唱会门票 从十一住行到法律咨询 都只是基本配备 二十四小时stand by 要照顾主人们 为的需求 鲍鱼龙虾随时上菜 半夜要吃小笼包也没问题 走到咖啡吧台区 意识美识怎么泡 比例得熟记 还要会咖啡拉滑 豪宅秘书也要懂事酒礼节 才能和豪宅住户侃侃而谈 这是两段的 就是我们第一段是往上拉 到了极限之后 第二段 再直接往上 往上就可以打开 到酒池酒标朝向客人 倒完酒旋转一下 防止酒滴脏了桌布 豪宅标榜的顶级服务 就是不让细节里藏着魔鬼 其实买豪宅的这些人 是整个社会上的金字塔顶端 上面那一根壁垒整个人 绝大部分的豪宅产品的买卖 都不是实际的需求 而是一种炫富的形态 打理奢华生活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整个管家团队 我们镜头独家揭秘 他们熟知各种正式礼节 名菜 名酒 名画 但管家卖的其实是信任 男生不用太英俊 女生也不能太漂亮 服务雇主也得服务雇主的客人 要做到滴水不漏 还有使命必达 当然背后有着一连串严格训练 一定要起身问好 然后双眼指示客户 切记不要多忙自己的事情 而忽略了客户的需求 讲师不定期到厂验收 确保服务品质符合饭店水准 真的要去打动到他的心 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那真的去打动到的心 坦白讲一定会是很private的时候 这个被服务的人 他的那个窩心度 那个起鸡蜜疙瘩 达官贵人喬事情 管家口风肯定要紧 有耳没口也算是明哲保身 一方面他们自己口风肯定很紧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更懂的就是说 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不需要听到的事情 尽量避免去听到 他也不要去听到你们谈什么事情 那所以呢 只要有任何你们谈的事情 走路出去跟他们没有关系 要当他们的客人得真的很有钱 像是地宝每瓶250元 每户介于150瓶到250瓶 每个月管理费就要 37500块到62500元 一年要缴45万到75万 这还不是最贵的 号称台湾第一栋 真正有五星级饭店管理的豪宅文化院 每瓶管理费高达500元 算一算 一户每月要缴14万元 可以养6个22k的大学毕业生 东方文化业主林秘群有4户 一年光管理费就直逼700万 住在文化院里面 不管你有没有住 你一天的成本就是1万块 豪宅住户不在乎居住成本 要的是绝对的安全和隐私 而物业管理也从保全 退变成顶级的服务业 前世作孽 今世作物业 这是早期的人对于物业的想法 因为物业管理的话 它横跨的这个领域很多 所以我们事实上需要通才的人才 像是保全清洁支店 或者是生活服务的部分 像是有社区经理或者是秘书 这样子的人才 要应征豪宅秘书 学历一定要大学以上 豪宅多贵客 英文程度也得通过多一考试700分 刚入行月薪就有3万5到3万7 业者还强调急增 且见金字塔市场 创造出的就业需求 在这一行的人要拿稿型 他要很多个人自身的附加价值 应实力就是你的专业背景 对于整个大楼维护 或者是大楼内部的管理会 的组织运动都了解 但实力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 这个服务的专场 或者是服务礼仪的建构 除了语言还要有管理能力 豪宅物业的服务项目 包括基层的住警保全 清洁人员 发胎人员 薪水大概在3到5万块 豪宅秘书要包办生活数目 大小市3万2到4万5千 高层一点的秘书长 社区主任6到8万 做到豪宅总管理 月薪上看15万元 至于物业界三巨头 有持下大半商办的高丽 专门服务豪宅 像是地宝心意之心的千祥 至于东京都则引进日本经验 营销最广 豪宅管家就像一把 可以解决所有难题的万能钥匙 台湾服务业走向精致化 豪宅管家正式崛起的代表 记者黄黎系永祥台北报道